为了让弱势的学子感受到温暖 台东桂田酒店 特别办理了小绅士小淑女之夜 提供台湾安心家庭关怀协会 客服班的十位小朋友 免费享用欧式自助餐 由安排专人为小朋友们 来讲解用餐的礼仪 做公益还能够学习知识 小朋友们都十分的开心 面对琳琅满目 好吃又新鲜的菜色 小朋友虽然等不及上前大快朵鱼一番 但仍坐在座位上 专心听饭店人员讲解餐桌礼仪 很荣幸的 我们这次也请我们台湾家庭 安心家庭关怀协会 理事长这边也非常的帮忙 今天最主要是要请我们这些小朋友 如何在我们自助餐西餐的礼仪上面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模仿或揣摩的机会 这一个正面的教育 为了关怀弱势 台东柜田酒店特别办理小绅士小淑女之夜 提供台湾安心家庭关怀协会客服班的十位小朋友 免费享用欧式自助餐 并安排专人为小朋友讲解食材的处理及餐桌的礼仪 那我们的小朋友其实平常 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下课的时间之后 他们都会到我们的协会 有一个单亲血统的客服班 然后小朋友会到那边去写作业 那写完作业之后再有爸爸妈妈带回去 那因为单亲的家庭要照顾孩子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回去之后要完成他的作业 并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在客服班的时候会有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协助他们 来把作业完成 那以前我是国小老师 对我国小老师而言 这个小朋友完成他的作业 对他的学业的一个维持是非常重要 他如果每天都作业都没写完 每天都在赶作业 每天都在补写 每天都在被这个被罚写 然后这个进度上永远都跟不上 所以这客服班我想扮演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的客服班的小朋友 其实平常到客服班之后呢 晚餐都是很简单的吃 都订40块50块这样的一个餐饮 让小朋友简单的能够激腰 然后能够赶快把作业完成 让家长带回去这样 那所以很感谢有这个机会 让小朋友今天能够来这个地方 这个享受比较丰盛的一个大餐 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学习这个西餐的一个礼仪 有来过吗 没有 没有第一次来 因为之前是来参加婚礼 都是一大盘一大盆放在桌上 所以就感觉自己取好像比较好 因为有的时候放在桌上的 不一定是你会想吃的 所以就感觉这样子比较好 虽然只是一顿晚餐 对弱势家庭的小朋友而言 却是难得的经验 让他们更相信社会有爱 人间有情 记者潘俊伟台湾市报道